古道西风,一匹古兽如柴的黄马被拴在树上,打着虚弱的响鼻,处在枝鸭上的几只黑鸭刮躁的,让人心烦。 一个不起眼老头慢悠悠从树背后转过来,寄紧裤腰带,一脸无奈,拉屎也没个清静,抬头朝乌鸦去去去嘘了几声,可那几只乌鸦不愧是生长在那座城附近的琴泪,比春神湖上的老麻雀还见过大风大浪,半点不怕树下那虚张声势的老头。 老家伙也不欧这个气,一手拾起马将,牵马缓刑,伸手掂量了一下破步前囊,铜钱不多了,在心有七七瞥了眼一路陪伴的爱马,黄马绰号小黄,跟老头亲生儿子一般,从不齐成,若是只有芦苇,只可做一张床垫,肯定是先给小黄睡了去。 哎,人穷至短马瘦毛长,其实原本随身携带的银两足以丰衣足食由北边到这东边,几千里路,老头风餐露宿,没啥开销,无非是肚子九虫子闹腾厉害了,才去城中闹市或者路边酒摊子买壶酒解解馋。 可一路行来,撞上几拨可怜人,这银子也就跟泼水一般花了出去,以前公子说那啥乱世人不如太平狗,但如今这说是海燕清廷的盛世,却也不是谁都能有幸能做那样太平狗的太平人。 拉屎都不解下身后掌不调行囊的老头是西蜀人,这辈子也走了不少地方,自认不是那扶危就困的江湖豪客。 尾时是行走在外,比富裕阔绰有个度数,在富甲天下能比得过天子与自己公子。 若说比较身是凄苦,就没底了,没有最苦,只有更苦。 这趟出行,上次掏大笔银子是渡江,却不是支付那几十文钱的廉价船费。 船上两船羊是对母女,烧工是一家之主,尖嘴猴塞,撑船才一会儿功夫就喊累,让媳妇接过手。 自己蹲在船头玩头子,毒瘾大得很,一看便是不会过约子的被揽祸。 过江未及暗时,那男子眼尖,见老头露了钱囊里的黄白,就舔着脸,问他想不想开个婚。 其先他以为是船上可以坐脊尾江里打捞起来的鲤鱼,恰好酒壶里还有小半壶酒,便答应下来, 等见到娘俩听到后开始面无表情地脱去缝缝补补的单薄衣衫,把这老头给吓得不轻,才知他们是坐那传计的营生。 赶紧拦下了,靠岸后,除了岁钱,丢下占大头的银子,上了岸就撒开脚丫子跑路。 别看老头以往与公子游历时,偶遇大胆村富探西坦凶鹿如给小娃喂奶,他会看直了眼睛,脚下生根,得公子拉上一拉才肯走。 真要做真刀真枪的正经事,老头还真做不出来,何况那娘俩才多大岁数,都能给他当女儿孙女了。 尤其是女娃娃才十三四岁的真实年龄,加上家里穷吃不上东西的缘故,瞅着也就是富家女孩的十一二岁左右,做这事还不得遭天谴。 再退一万步说,宰相门房三品官,便是张首府门房,也比不得安老黄所在的北梁王府吧。 虽说,安老黄也就是王府里头喂马的,可要按照这个说法,不说三品,七品该有吧,真想女人想疯了,会是男事。 以安老黄给公子编织过拿手草鞋十几双的交情,怎么的都不缺吧? 游历时,公子无意中提起这么一茬,说回了北梁,就给帮忙找个暖辈的媳妇。 老黄想到这里,憨憨一笑,下意识咽了咽口水,水灵的黄花大闺女当然不敢糟蹋,徐娘半老,风韵油存啥的,也自认配不上。 可当时,俺老黄心底还是希望有个白嫩娘们滚被单的念想蛙,也就是嘴上与公子你客套客套,公子咋就当真了? 老黄一巴掌拍在自己脸上,自言自语说道,让你老黄装高人,当年不当铁匠该练剑,可不就是为了接近那些个女侠,咋练着练着就练傻了,把如此有志气的美好初中给拉抛尿斑就给拉没了。 公子就是学问大呀,却不酸皱皱,说话尤其让人舒坦,每逢偷着了鸡鸭或者啃黄瓜烤地瓜,心情好时,言谈那叫一个锦绣,老黄清楚记得一个说法,约莫氏说是世上有种人心比天高命敌纸薄,成天想着建功立业,可惜财力不逮,罪他娘的可悲。 老黄就觉得这话把天大的道理都说透了,连他这般大字不识的粗人都听明白了,嘿,可就是在夸他老黄有几斤气力就做几斤斤两的事情吗? 老黄想着想着就偷乐喝,一咧嘴就给人发现老头缺了两门牙,十分漏风。 老头与兽马走得慢,但天底下的地方,只要走,在长的路程,总会有个尽头,这不一抬头就可以看到那座雄伟城池了。 五帝城,原本不叫五帝城,而是临观城,是春秋时冬月一位皇族藩城,取自几千年前张圣人游历东海时诗篇中的一句,东临结石已观沧海。 后来骑士无名小辈的王先知在江湖上一战再战,被冬月皇族弃中,那座女婿,想借王先知的无敌武力,兴兵叛乱篡国,失败后希望以一人死底去全城罪,被围城后,身为皇室贵胄,在城头当着六万贾士自尽,冬月皇帝仍是不愿放过,当然不是说要诸九族,毕竟若是如此, 杀着杀着不就杀到皇帝老儿自己一家头上了? 但图城是必不可免了,恰好那时王先知与当代剑神李纯刚大战归来,也不与皇帝废话半句,直接从从城外杀到城下,将城主尸体送回城内,再从城内杀到城外,如此来来回回杀了三趟,最后一次,杀到了黎东月皇帝王丈才三十不知遥, 杀得世代作为东月禁卫军的东月剑池精英死绝,王先知以一人之力逼迫皇帝定立城下誓约,这才成了那个春秋时在东月独立凹头的五帝城,越老越通玄的王先知雄聚东海,傲视江湖,真正无敌于天下。 最后,黎阳王朝一统江山,打下一份前五古人千秋伟业的老皇帝,曾亲自赶赴五帝城与王先知有一席密谈,一个是天下共主的帝王,一个是号称可杀陆地神仙的匹夫,世人只知这两位相谈甚欢,既没有天子一怒,也没有那匹夫一怒, 这之后,哪怕五帝城厮杀传守江湖的赵沟人士,朝廷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今,王先知已经极少与人交手,世人已经不奢望有人可以打败这位自父至早生五百年可与吕祖论生死的武夫,新建神邓泰啊,清一草长清,这些个传奇人物,在五帝城,也只是争到一个不败而已, 众人便以奉为天人神明,一般高手都不配见到王先知,更别提要王老怪,双手对敌。 那么,以人力政天道的王先知本人,真要杀人,便是陆地神仙,只要不曾飞升,恐怕在王先知面前都悬。 老头走到巍峨城门,一同入城的江湖人各个高人风度地没有边际,不是那毛身诛发铁壁囚金, 感觉打个喷嚏都能把人吹飞,便是卓尔不群,身配神兵利器,好似放个屁都可让整座江湖说是香的。 老头与猎马一匹,各自鸡肠鹿鹿,实在是寒沉。 关键是,这老头入城前,故意放慢了步子,让一位大秀华服的妙龄女侠走在前头,一边盯着她左右摇摆风韵摇曳的两半挺翘屁股大,一边掏出一把象牙梳子,梳着自己那一头杂乱如茅草窝的灰白头发。 衣衫考究昂贵的茂美女侠,既然胆敢独自来武帝城,肯定不是那只会琴棋书画女工的寻常大家闺秀,察觉到身后眼光,她转头一瞪眼,可见到是个牵着皮笔骡子还不像话的猎马的糟老头,也就不再计较,冷哼一声便静止入城。 老头自顾自说道,要是俺家公子和温华那小子瞧见了这小娘子,公子该又要骗温华的钱了吧。 入了城,老头沿着中书主城道一直前行,直到可以看到那座城中城的墙头,才在路边酒摊坐下,将钱囊里铜钱一股脑倒在桌上,咧嘴笑道,小二,来壶上好黄酒,替俺主上一主。 店小二自是,是武帝城的当地人,从来不看不起那外来武夫,更别提是这样个老家伙,美好气白眼道,这点铜钱,换一口黄酒都勉强。 老黄憨憨笑道,不打紧,一口便一口,赏个碗口小些的碗,也就当作是一碗酒了。 说完,不理会电小二眼神,抬头望向城头,轻声道,公子,封锦,可这回老黄不扯乎了。